勇士在最近三年里夺取两冠 他们又能否将辉煌延续下去 成为一只王朝之师 重点就是能否顺利留下几位主力 本文为你分析为什么 无法与勇士队签下顶星 为什么可以领到两亿的超级合约 为什么没办法签超级顶星 如果和都是顶星序约 那这两人加上 和薪资总额就将突破一亿美元 去年签下一加一合约的他 没有意外应该是会跳出他的合约 和勇士重签 签下的金额有两种可能 一以薪资空间签下顶星3535万 二以非秒权续约 签下3180万的合约球员的顶星 是由他的年限及薪资空间来决定 进入联盟0-6年的球员 他们的顶星只能是薪资空间的25% 7-9年的球员顶星是30% 年资10年以上顶星可以到35% 而今年的薪资上限被预估在1亿1000万左右 因此 十年年资的 它最多可以领到近3600万的薪水 对于勇士队来说 薪资操作的方式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清空薪资空间 运用空间去签下自由球员 勇士想要开给3535万的顶星 就必须要清出适合的薪资空间 另一种是运用例外条款 即秒权来签下球员 秒权 则是球队用来给超过上限后 续签员队球员的权利 又分成大秒权 带满员球队三年 早秒带满员球队两年 非秒不满足前面两个秒权条件的球员 球队拥有不同的秒权能 开出的合约就不同 以Durant来说 待在勇士一年的他 只有非秒权 勇士可以开出他去年薪水 2670万的120% 也就是3180万 这是上面第二个数字的来源 看看今年的勇士 想要用薪资空间签下 又续签 以Curie来说是1800万年薪 所以薪资空间101兆 现有合约38兆 Curie 鸟拳18兆等于45兆 是足够开给 Kevin Durant 3500万的顶星 之后再以鸟拳续签 Curie 给他顶星35.35兆 但勇士不止拥有 Curie 的鸟拳 还有其他八名球员 要进入市场 要用顶星签下 Durant 就是必要 放弃一些人的鸟拳 像是 Sean Livingston 或 Andre Goddard 他们的鸟拳都超过10兆 如果 Durant 愿意用非鸟拳续约 勇士不需要清除薪资空间 即可以保有 所有球员的鸟拳 而且 明年代满两年的 Durant 可以获得早鸟拳 代表他可以用顶星 且108%的涨幅 来续约 两种签法的真实差距 大概是四年总共只少了4000万 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损失 如果要留下这两名汉将 球队下赛季能够提供给 Durant 的最大薪水 略低于3200万美元 这大概是 Durant 本赛季薪水的120% Durant 可以选择签下非鸟条款 NON BATICS ACTION 续约合约 最多为四年 但更可能的情况是 他签下一份两年合约 其中第二年有球员选项 这和 James 与骑士的合约类似 这样一来 Durant 就有资格在明年 再来一份一加一合约 其心预估为 3570万美元 然后再之后 再签下一份五年 2.17亿美元的超级合约 而 Kami 怎么领到两亿的超级合约 他最多能和勇士 签下一份为期五年价值 2.05亿美元的合约 如果拿到这样的合约 那么从2017-18赛季开始算 Kami 未来五年的薪水将分别为 3535万美元 3820万美元 4101万美元 4383万美元 以及4666万美元 前面问到 Kami 只有八年的年资 为什么却可以领到 35%的鼎星 也就是所谓的 两亿超级合约 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2017 最新出炉的 劳资协议当中的新条款 特定的球员 鼎星可以提升一级 换句话说 在现有的薪资上限下 球员每年可以多 500到600万的薪水 而要满足 DVPE 至少要有以下两个条件 这也是先前 PG 和 KW 失败的原因 一 过去三个球技 有两个球技成为 年度前三队 或最佳防守球员 或有一个球技成为 MVP 二 除了在新秀合约期间 前四年被交易 一直待在原球队年资 八至九年的球员 Kawi 虽然这个球技仅入选 MBA 第二队 但连续两座 MVP 早就满足这个资格 因此 他最多可以 签到起薪 35%的 五年两亿以上的合约 不知道在今年夏天 Kawi 是否也会跟 Durant 一样选择降薪续约 让球队友